各位朋友好 歡迎來到一平訪談 那這兩天國民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侯友宜正在訪問美國 他在美國的時候多次強調 他是要捍衛中華民國 反對台獨 同時他也說他要堅持九二共識 那關於他的這一番的表態 這一番的聲明 那不僅僅是說給美國政府聽的 也是要說給中國大陸聽的 也是要說給所有的台灣人聽的 那現在就是李教授 作為一個政治學的教授 他是覺得侯友宜的這個聲明裡面 大有問題 思維上面 邏輯上面有大問題存在 所以我今天想請李教授來解讀一下 侯友宜的這些宣誓到底問題在哪裡 李教授你好 一平兄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侯友宜現在到美國去訪問 發表的言論 讓我聯想到2005年 國民黨連戰二度出來競選總統選輸以後 跑到中國大陸去跟胡錦濤見面 談的就是他連共治台 有人講說你怎麼可以連共治台 他說他連共治台獨 那麼我就發表一篇文章在自由時報 特別談到說那你要連共治台獨 那如果大多數人選擇台灣要獨立 那你還要連共治台獨 那是不是戰犯 你是不是一個漢奸 台奸是不是戰犯 如果多數人選擇台灣要獨立 不管那國號叫中華民國 或者是改國號叫台灣共和國 那你要反對 那你還要聯合中共來打壓台灣 那請問這是台灣民主共和國的敵人 所以胡錦濤說要捍衛中華民國 那麼他要維護台瓶金馬人民的安全 那他講說他要捍衛的是 維護的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那我們要聽良心講 公平一點講 他的說法我覺得比連戰 比馬英九進步好一點 那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 那我就要問 你捍衛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 那中共 他是不是可以接受 一種各表的九二共識 中共已經 明擺表示 2019年 習近平已經公開宣佈 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那你要捍衛中華民國的 憲法的九二共識 那麼他實質上就是兩個中國 也就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那麼這個我知道國民黨想這樣的表述啦 但是中共是否可以接受 這個又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的看法是 或許中共現在不會反對 胡錦濤這麼表達 也不會逼迫他要講清楚說明白 但是假使 胡錦濤真的當選中華民國 難道中國就可以接受 胡錦濤所說的捍衛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嗎 如果這樣子 那馬英九當時跟習近平相會的時候 為什麼不敢捍衛中華民國 所以如果國民黨願意 表理一致 選權選後一致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 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國 那我覺得目前來講 跟民進黨的主張並沒有什麼兩樣 那麼要談到中華民國這個議題 我們反而要重新去梳理 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什麼 那麼余杰剛來台灣訪問了一兩個月回去美國 然後他在台灣陸續發表的跟民國有關的書 其實他最早發表的是這一本 《1927民國之史》 這是他2017年就送給我 他有簽名送給我的書 他簽名送給我的書 這本書我當時看的時候也蠻大震撼 而且收入非常多 因為他梳理了民國的幾個階段 那後來呢 他又 余杰又發表了 登島的民國 台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還有發表了 暗黑民國史 兩岸歷史課本 刻意回避的空白30年 這是余杰 他從爬書歷史的過程中發現 1927年 國民黨興師北花 等於顛覆了原來的中華民國的正統 所以他認為1927年正統的中華民國 也就是1912年 袁世凱當時讓滿京退位的中華民國 雖然有所謂的軍華亂政 但是他當時尤其是1919年的時候 武士運動的時候 相對展現出來 相對擁有各種自由的空間 包括言論自由這方面 思想言論自由方面 還有百花齊放 那麼知識分子在那時候 有非常多的發揮空間 而不是像後來 余杰所批判的 匹治治國 國民黨是城市的匹治 中共是 鄉村農村的匹治治國 也就是說余杰她認為 1912年當時的民國 多少知識分子 不只胡適 好多的梁啟超 好多知識分子 共同百花齊放 在民國戰喚出非常多的光芒 那麼1927就結束了 也就是1927 國民黨所承述的北花成功 其實是用革命 再次用武力的手段 推翻當時中華民國的那種民主制度 雖然當時民國那種民主 還不是很成熟 但是當時推翻滿清革命以後 那個民國是相對比後來1927 或者是1949以後的中國 更加的擁有自由的空間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的話 我想跟大家說 我自己在台灣受教育長大 也有非常多的這種 環形 也就是一種除滅的過程 小時候當然是國民黨 一黨專制下教育的產物 一切都強調正統的歷史 姚順于燙文武周共孔子 孫中山蔣歷史蔣經國一脈相傳 這個歷史叫做預言性 這預言性就強調中華民國的政統 所以我去當時1979年報考 政大跟台大研究所的時候 台大研究所出的中國現代史的考題 我還記得用的書是李守孔的書 那個書我背的很熟 但是我心理上很大的排斥 因為他完全以到底那時候蔣介石在哪裡 作為他的歷史 也就是他完全以蔣介石在那段時間 中國現代史那段時間 他做什麼角色寫那本歷史 我當時一個大學生的心靈 我就已經排斥那本書了 所以我為了考上研究所 所以我背得很熟 考得很高分 但是我當時已經知道 那個歷史本身我很不能接受 因為他就在洗腦 他就在對我們年輕人洗腦 所以我後來很高興 我沒有考上台大 因為我在政大所受了訓練 政治思想 政大的政治系比較強 有憲政主義的傳統 有自由主義的傳統 有政治發展 有方法論 政大當時政治系非常強 所以我非常高興 我留在政大 那麼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是 1987年 我那時候練博士班 博士班要升二人級 一年級要升二人級 那麼那時候我到美國 加拿大六個禮拜 當我到華盛頓DC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美國是自宣先賢們 也叫Bonding Brothers 他們不強調一個國戶 他是建國先略們 那時候就很大的反省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中華民國 正統歷史都要去定調定於一 也就是孫中山是國戶 然後蔣介石繼承他 事實上後來我們知道 傳統歷史過程中是都是鬥爭的過程嗎 國民黨原來有很多大佬 宋教人被殺 胡漢民 甚至於更早期的黃新 他們這些 國民黨大佬一個月被鬥爭失敗 蔣介石只是因為武力統一成功 所以就成者為握 敗者為寇 所以我就反省 我說雖然革命成功建立民國 就像後來孫中山的死亡以後 我自己後來有機會到南京去 那中山靈跟古代的皇帝靈有什麼差別 所以雖然建立了民國 但是民國的很多人還是威權專制的心態 皇帝時代的心靈 所以他們將孫中山捧為國父 然後無限上綱 用這個角度去爭正統 現在1949年中共戰去整個中國以後 現在為了對國民黨統戰 為了對中華民國統戰 開始標舉孫中山作為很大的招牌 來從事對台灣的統戰 現在中國大陸召開孫中山的會議 比台灣召開孫中山的會議 太多太多了 台灣民主化以後 反而很少召開孫中山思想研究的會議 中國大陸正方興未來 然後他把它標舉為所謂的革命先興者 那麼台灣正在反省 用民主化以後多元社會來反省那段歷史 那麼余杰到台灣買 發表了剛才我所講的那幾本書 也許是1927民國之史 還有後面兩個 一個是安徽民國史 還有天島的民國 都是對那段混亂時期 中國歷史的解釋有一個澄清的作用 我自己作為一個自由民主信念者 我是非常高興 台灣民主化以後有多元歷史觀 也就是說民主化以後台灣不只是政治上 維護保障每一個人思想言論百分之百的自由 不再有政治化思想化良心化 連歷史方面的解釋也是多元的歷史觀 所有的歷史觀都可以提出來 在言論自由上交換 也就是各種言論就當作 就像市場上的金錢一樣 放在台北上來從事大家去看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有道理 互相論辨 這個論辨也是回到我自由主義的精神 就是真理欲辨欲靈 哪怕是錯誤言論也要保障 我自己研究 我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思想研究 開展以後我獲得很大的啟發 那就是保障思想言論自由 哪怕錯誤言論也要保障 因為如果你打壓錯誤言論 你認為錯誤言論一定要打壓 那你就以真理自居 你如果是真理 你就不要怕錯誤言論來跟你挑戰 那麼他當時的自由論也在保障什麼 保障特立獨行的人 這些方面都帶來給我非常大的反省 就是對於中華民國是什麼 對於民國是什麼 我們要做非常多的反省 那這個反省本身就是 到底你要捍衛的是民國之名 還是民國之死 你要捍衛的是 那個生活方式還是某一個政黨 所以我說我最喜歡在台灣講 我說台灣民主化以後 國民黨消失沒有關係 很多人聽的不舒服 我說民進黨消失也沒有關係 只要自由民主制度存在 以目前所有民主國家運作方式 不怕任何政黨消失 英國的早期一個黨 還有美國早期的美國聯邦黨 那麼在後來發展過程中都被取代掉 所以英國的自由黨還有美國的聯邦黨在民主發展過程中都被現在的政黨取代掉 英國剩下保守黨跟工黨起來了 美國民主黨共和黨聯邦黨消失掉了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是捍衛自由民主制度跟生活方式 而不是任了一個政黨 所以有些講說他既反共也反台獨 他捍衛是中華民國 然後國民黨要回到中國大陸去 我覺得那些思考 那麼民國派都是沒有將這些人搞清楚 中國未來要民主化要在那什麼樣的政黨 不需要我們現在去操心 如果民進黨有機會發展得很好 國民黨有機會發展得很好 中國都能接受 那就讓它去發展 中國大陸未來如果產生新的政黨也沒有關係 甚至我講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未來在台灣民主化各種中任的政黨都可以消失都沒有關係 至於國號 未來中國如果民主化以後 你要用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重要 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化以後 人民是否透過憲政民主制度來 保障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說這些反對什麼反對什麼 這些人都沒有掌握住憲政民主自由民主的主流 那就是自覺權 也就是當代普世價值是聯合國兩大國際人權公約所確立的 共同第一條所確立的 所有人民都擁有自覺權 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社會地位跟經濟生活方式 那自覺權呢 最好的詮釋 那就是什麼 既保障民主自覺權 也保障住民自覺權 所以是我這幾年參加海外民主運動 大家共同認為這的確是普世價值 不管台灣 你不必去反對台獨以後 你重點就在你是否遵守住民自覺 你如果要主張台灣獨立要改國號者 你要尊重這個程序 如果人民沒有絕大東西想要改國號 你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改國號 甚至有人講說宣佈台獨 我說誰有資格宣佈台獨 現在國號叫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 是台灣中華民國台灣 事實上那個台灣應該用英文 我們國號就政治國號叫中華民國 那全世界都叫我們台灣 那我們也不反對別人叫我們台灣 那如果你要更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 可以 你就通過憲政程序來 通過國民投票來 你任何人都沒有資格 你包括統治者 不管誰當選總統 也沒有資格什麼宣佈獨立的問題 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在於你捍衛的是憲政民主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這個道理為了中國也是一樣 你中國民主化以後 你要基於人免自主的原則 去保障維護地方自治的實施 你要保障維護住民自主自覺的實現 住民自覺跟民主自覺不代表一定獨立 包括我不斷強調 包括我去兩次見孫子太太媽都強調 他們都強調他們不是尋求獨立 他們強調是落實真正的自治 這中華人民共和憲法保障的自治 他們沒有去實現 所以這個就才是核心要義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機會 我去詮釋余姐所看的看法的觀點 但是我更加重視的是民主化以後多元歷史觀 這個多元歷史觀就是議員跟多元的差異 也就是在專政的情況之下必然會有什麼 爭政統爭法統爭道統 他真的是法統政統 但是以道統來包裝 道統就像我剛才所講的 姚順宇棠武武中公公子 爭政統 就像現在國民黨到台灣來了 共產黨說他不承認中華民國還存在 他認為中華民國已經1949就結束了 他根本不接受不承認中華民國 到台灣來以後 台灣人民2300多萬人 共同還是擁有主權 還有這個主權還維吾我們自由人權 而且我們實現了民主化 全世界 響叮噹 現在聲譽非常卓著的 台灣民主化成果全世界 共同肯認的我們享有生活方式 所以這樣一個價值觀 這是今天我要特別強調的 不要我在這裡強調 任的政黨都可以消失 我們所需要是民國之實 而不是民國之餅 這是我今天特別要在這個機會來說明的 李教授剛才的這番論述很有啟發性 我們看一下過去這百十來年 這個世界民主化的歷史 裡面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規律 就是凡是那些在實現民主化過程中 建立共和國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國父的這些國家 他們的民主化歷史都相當的不順利 中國有孫中山是國父 這個不順利到現在還沒有民主化是不是 然後土耳其有個國父凱末爾 土耳其的這個民主化競爭呢也是相當相當的緩慢 現在已經一百多年了 現在艾爾多安 現在的這個現任總統 已經又變成了一個獨裁者 或者是這個準獨裁者的這麼一個狀態 民主在他的手下 在他的這個治下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南美洲很多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國父 玻利瓦爾 大家看一看南美洲過去這一百多年的這個歷史 那簡直是這個目不忍睹非常的慘痛 那當然現在過去這二三十年有所好轉 但是他的這個民主化競爭也是相當的不順利的 而那些沒有國父或者是說像美國這樣 有很多個國父國父們的這些國家呀 民主化的這個過程反而比較順利一些 你看英國英國是這個最早開啟民主進程的 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現在你是說英國的這個國父是誰 那美國是一大群人跟華盛頓呢 這個他們一起奮鬥的這一大群人啊 他們稱之為國父們有多少呢 也人數也是不確定的 我們能夠數得過來的大概也有好幾十個 美國算是一個這個相當順利的民主化過程 相當順利的這麼一個國家 在這些有國父的就是定於一尊的 想把這個共和國或者說民主體制建立的這個功勞 全部歸功於一個人的這個國家 他民主化進程呢就肯定不會順利 我們可以得到這麼一個結論 那另外李教授剛才提到了 就是說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尊重國 遵從這個民主但是呢 他們有政黨至上的思想 有領袖至上的思想 有國後至上或者說國統至上的這個思想 這都是不對的 因為他們忽略了民主的最大的一個原則 是主權在民不在於領袖不在於政黨 也不在於這個國統國號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更改的都是可以放棄的 都完全可以不要 但是主權在民這一點 這要了這個民主就有了堅實的根基了 我剛才自己這個說了這麼多 現在我把這個話語權再交給李教授 李教授呢 您對我們現在這個民主派 中國的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民主派 或者說這些流亡人士裡面的 他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觀點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什麼樣的評價 謝謝一平兄 剛才你的電評講得非常好 可以說是畫龍點睛 其實我這段期間 我看了余姐的書 加上我聽到公子沈連續幾次 回應網友對他的批評所講的 我也很高興 最近他也談到跟民國有關係的 他也談到說有人就回應說 我剛才講過了 他既反共又反台獨 然後他就批判說 那你這種既反共又反台獨 那你反台獨的立場是不是跟中共一樣 你反中共 你反台獨 你反中共 但是你背後心領跟中共的思考是一致的 你反台獨 台獨是什麼東西 中華民國到目前為止國話也沒有變 而且我強調國話不是最重要 在以現在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 所以我反而覺得 現在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這種聲音 透過自媒體擺話增放 就像我剛才強調了 我這幾年來 四五年來我參加海外民主運動 所有的海外民主運動領袖都接受 自覺權是普世價值 我們的共識 我們的宣言 不管台灣官選後面的宣言 或者是我們去參加海外民主運動會議 不管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或中國民主黨的會議 都是接受自覺權當作普世價值 那麼這種從孫中山所確立的這種民國 事實上為什麼被孫中山被遵從的國務 很簡單 還是中國人幾千年的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余姐他們也去處理 他認為晚清政府推翻的時候 說孫中山在幹嘛 孫中山是在海外募款 而且募得也不順利 所以這種將尊稱為國護 國護的這種想法 我想民主化以後 台灣經不起大家事實的推敲 台灣現在還是尊重孫中山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稱呼他為國護 但是我尊重他一個東西 就是剛才一平兄所講的主權在民 因為主權在民 政治學的奧斯德里里面 談的民主四個原則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主權在民 有主權在民才有其他的政黨競爭 才有自由人權的保障維護 那麼還有就是 佛友宜這次去美國講說 孫中山的三面主義是民有 民智民想 就取用林肯的觀點 那我特別強調 孫中山當時有講過說 沒有民智就沒有民有跟民想 也就是說如果民權主義不落實 那麼你強調民主主義 強調民生主義的經濟發展 都不切實際 也就是你沒有民智 哪有民有跟民想 都不可能民有跟民想 那麼我進一步要詮釋 這是我1984年的時候 我已經處理過 主權 孫中山強調了主權在民 是最重要的原則 這是普世價值 可是民有民智民想 在第二次大戰以後 林肯所講的這個話 現在的民主的判決標準 那個民智已經不是民智了 那是人民同意的統治 不是人民治理 當代的民主政治不是民智 不是人民治理 不是人民自己治理 而是人民所同意的統治 也就是精英政客透過競爭性的選舉 取得人民大多數選票同意 取得執政權 這個標準的定義是 熊皮特經濟學家1842年提出來的 那麼 漢頂頓1990年寫的第三波民主化 就以這個標準作為衡量那個國家 是否民主轉型為民主的最重要參考標準 所以我們一定要不斷的強調 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才比較重要 那麼公子神的視頻 最近講的這很多東西 我個人非常驚訝 非常的高興 也就是說海外民主運動不管是學者 不管是民主運動人士 不管是視頻的這些百花齊放 展現出來的部分 甚至於讓我覺得不輸給台灣 或甚至有些部分 講的比台灣更加淋漓盡致 因為他們在海外看得更加徹底 像余姐的東西寫得淋漓盡致 沈公子的東西也講得一針見血 所以我絕對不小看 我絕對不會認為中國未來民主化沒有希望 我看到了民主化的中國民主化契機 現在已經不是民國初點的時候 英國說起來 克蘭滿清很難馬上建立民主 甚至於連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時候 中國的民主化條件英國說起來也還不夠 但是現在的中國反而民主化條件 相對於1912年的中國 還有相對於198年代的中國 已經相對成熟了 因為已經有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以後 中共雖然在打壓中產階級 在收買中產階級 但是當它出狀況的時候 這些人已經會覺醒了 所以我反而相對樂觀 我認為我對中國民主化沒有那麼悲觀 因為人民如果被洗腦 但是很容易覺醒啊 就像我自己 我是三分主義教授受博士班畢業的 我是被三分主義科目 高中被三分主義科目 讀到97.5分考上政大的 可是我這個過程中 我也不斷在反省 不斷的在開展啊 因為這個透過各種思想的思辨過程中 不斷在進步啊 所以我也因為這一點 我對中國民主化 相對來講 我不會太悲觀啊 這是我個人潛見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李教授 那我也完全同意 李教授對於中國這個民主轉型的 這種樂觀的這種態度 那我也認為是很有希望 當然這個困難呢 也是不小的 這個希望不僅僅是建立在中國 中國現在有一大批的這個中產階級 已經覺醒的這些人的身上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現在國際社會也應當 已經吸取了過去這100多年的教訓了 那我相信台灣也是國際社會 民主社會的這個議員 也會吸取這個教訓 將來一旦中國出現了民主化的契機 所有的這些國家 所有的這些不同的民族 只要稍微有一些政治智慧的 都會盡力去推動 去協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那麼有了這些力量了 中國民主化成功的希望非常的大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 可能呢 今後的兩三個星期 這個一頻訪談呢 可能要暫停一下 因為有一些 我最近有一些事情呢 要去處理 我們大概在一個月之後 再跟李教授啊 跟大家再見面 好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下期節目再見 謝謝 再見 再見